你不 我看咱现场好多女孩 特别想咨询是吧 举手示意一下 好来 我就想做个鼻子 我看你鼻子挺好的吗 因为我的鼻子打了玻尿酸 就头几天 就我跟我朋友就坐对面吃饭呢 我那鼻子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样鼓起来 所以你想做一个永久性的一个鼻子 对 周边朋友 然后鼻子就是用那个耳软鼓作 但是他说那个特别痛苦 我就想知道他就是 过两年三年之后 还是一直那么挺 还是他会慢慢地就是 跟男孩鼻子一样 耳软鼓略有吸收 刚做完的时候是比较挺的 但用耳软鼓作手术呢 我认为可能是变化不会太大 也就是跟现在没多大区别什么 区别很小 这位帅哥 我们要给男生一个机会 都是女孩咨询 你是帮女朋友咨询 还是帮自己 自己 好 其实我就想 然后实际我小的时候 有个愿望 因为目前我现在干的是医生嘛 感觉不快乐 我想把眼睛作为双眼皮 然后去当演员 我感觉不太适合做手术 因为医生的能力是有限的 你想通过一个做手术 跳到一个你理想的职业中去 那万一我做不到 万一你没有跳到你那个职业里去呢 没有 我之前拍了不少电视剧 然后 就是说你的生活状态 是需要你自己去改正的 那我想问一下这位帅哥 你拍了一些影视作品了 是导演或者是其他的朋友 对你这个眼睛不满意 还是你自己不满意 是我 一个导演 他说你要是稍微戴点双眼皮 比较好看 那你看到 孙宏雷是双眼皮吗 孙宏雷不是 你看我是双眼皮吗 看不见 我告诉你绝对的单眼皮 我特别想跟这小伙子交流一下 您一心想当演员是吧 对对对 比双眼皮更重要的是台词能力 这我知道 这我知道 我个人认为 包括演员在内 各行各业 基础素质 还是过硬的 您觉得呢 您要当演员 长得再帅 我的导演都得给您 安排一配音 中文字幕